曾经在苏联共产集团统治下的波兰 经历数十年的停滞 数十年的季佛 纵然在十二年前已经摆脱共产管治 但是对于在同期有飞跃发展的中国 原来始终都抱住戒替和抗拒 在一个对自己祖国有成见的国家 在一个似乎是没有前途的国家 这个中国人为什么要留下 商下临纳 经济活动占摧频繁 过去一直命运多展的波兰 在八九年改革开放之后 才得以踏上国际经济的舞台 不少中国人都希望能够 距离其中开发商机 昔日只爱吹奏和把玩乐器的马昌林 面对波兰处处隐藏的商机 今天也已经变作一个随时出击的地产商人 这块土地呢 就是这个房子 现在建的这个房子 就这块土地是我最早买的一块土地 600平方米左右 当时买的时候 7000美金左右了 是政府私有化的时候买的 是1995年左右了 现在的这块土地就很值钱了 这个土地大概150美金到200美金左右 一个平方了 万里平原 令波兰成为东欧面积最大的国家 广阔的平地 也都令它屡受伦国苦视同挂分 今天波兰的土地 随着经济改革而开放 马昌林乘机以低至每平方米 十几美金买了一片又一片的土地 我这个是永久使用权 是买下来永久的 你像一般波兰人 他们买三十年 九十年 但是我们中国人不一样 我们中国要为子孙后代造想 所以我一买就是买永久的 这是永久使用权的 这是子孙万代都可以用下去 波兰是二次大战打响第一炮的首个战场 战后匆匆重建的民居和商场 已经变得简陋沉门 马昌林愁愁满志 希望透过重建这些老化的商场 带动渡龙沉济的商场活动 行者无疆 马昌林从来没有预料到自己扎根的土地会是波兰 走过世界无数的将会 最能够给到这个中国人 脚踏实地的感觉 原来也是波兰 毕竟 他脚下一片又一片的土地 都被他寄托了一个又一个的野心和梦想 波兰处处平酬万里 历来培养出不少梁区晋旗 拥有一匹晋马 向来都是波兰人的梦想 马昌林也都为孩子圆梦 买了两匹乖巧的小晋马 至于他和太太的梦想 在自己的土地上 建一间騎马俱乐部 以及拥有这匹价值三十二万的名种马 似乎都是指日可待的事 凭着音乐才华 马昌林曾经赢过不少女性的爱慕 唯独和波兰女子的这段爱情 能够令马昌林告别从前 移居过来这个陌生的国度 不过马昌林的二国婚姻 最初充满不是幸福 而是分歧和委屈 还是因为文化的差异 还有个性的差异也是一个方面 这个呢 这方面的话 就不易多说了 不易多说 反正委屈是肯定有的 但是我这个人 也不是一个 就是说 可以随便人家欺负的 不易多说 转眼十年 昔日一个钓耳狼当的音乐人 只是因为一份 不想被人看不起的民族自尊 而发愤图强 十年来做过珠宝买卖 房屋装工程的马昌林 今天已经摆脱委屈 摆脱外父外母 而自祖家庭 重掌一家之主的大棋 告别归林 马昌林 也告别了公开演奏的日子 幸好 波兰人热冲音乐 每逢节兴 马昌林 都会在家 安排小型的音乐会 看着一对 遗传了自己音乐天分的儿女 马昌林 一念安慰和骄傲 家庭和事业 不知不觉 就令她牢牢拱扎根在此 故乡桂林 就变成一个遥远的名字 我把桂林的照片都拿给来看 她说美是美 她说她还没去过 她不知道那边怎么样 她说她怕那边这个 什么男子大帐户主义 到时候她到了那边 就好像跳进火坑里面一样了 后来这样的话 那我就说 你对中国这么不了解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去中国去看看 所以在1996年 我们就回归一起中国 回去中国以后 当然她对中国 就印象完全改变了 但是还还是不是说 能够接受中国 还不是完全能够接受中国 比如说她说 中国很脏 很乱 对不对 中国 但是那是在1996年 别忘了 但是现在已经很好了 春风吹 春风吹 吹绿了柳树 吹绿了柳树 别人越是误解 马昌林对中国人的民族尊严 就越是执着 是什么青蛙 我不希望别人瞧不起中国 而且我可以说 是吧 中国人绝对不可能让人瞧不起 吹绿了柳树 吹来了燕子 波兰是一个以灰弘建筑 来巩固民族自尊的民族 波兰是一个以团结 来维系家庭关系的民族 不过任波兰人对他们的文化有多自傲 马昌林眼里面就只有中国 如果你光从城市去看的话 你像华沙 它根本没法跟上海跟北京比 跟这些大城市 中国的大城市比 对不对 看上去 那中国的北京 那是真是什么上海 真是国际大都市 华沙我就不觉得 在故乡的头三十年 马昌林过的 可以说是阳狂风流的人生 他曾经以柔阳的音符 赢得无数女性的爱慕 在波兰的十年 他却安于一室 曾经跟他不离不弃的中西乐器 今天只是用来追忆逝水年华 在这片中国移民人数稀少的土地上 在中国文化滲透力极微的波兰 这位事业有成的中国人 唯有站立在令他联想起故乡的威斯华河 唯有吹奏他自爱的江南文歌 才可以抒发到他对故乡无尽的诗意 今天的中国非常强大了 是吧 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 中国要成为世界的强国了 要可以跟美国抗停了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自豪 我永远是一个中国人 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 他是一个中国人 这份文化 出面 普天同慶的聖誕節 在波蘭雖然沒有現代大城市的消費狂情 但仍然充滿著濃厚的節日氣氛 橫下街看看表演 街上滿步歡樂的人群 但是熱鬧背後有兩個形單隻影的中國人 他們正是同視天涯寂寞人 本來在上海從事財經的馬捷日 是趁波蘭八九年剛剛改革開放 而來尋找雙機的第一批中國人 因為是開荒牛 碰到的釘子固然特別多 交的學費也特別尋找 來了以後確實像我朋友說的 沒有 哪怕是連個中國同胞都見不到 中國人都見不到 所以即使有利的一方面 但是也有不利的一方面 因為沒人可以幫助你 沒有一個人可以幫助你 只能自己去我自己去唱 所以這樣來來回回 房來上去有一年半的時間吧 就是一直也沒有著落 甚至於連一分錢的收落都沒有 但是確實是有點感到彷徨 但是確實是有點感到彷徨 原來在夏天 這裡是波蘭以至歐洲 面積最大的草地 原籍波蘭的教宗 若望保禄二世 曾經在這裡主持彌撒 馬捷日當年也置身其中 馬捷日說 當時草地上的確尼曼住一份 前所未有的安場氣氛 但是神聖安場的氣氛 始終都撫毀不到 當時終日磨食他的彷徨失落感 但是有時候 往往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經常會夢見家鄉 夢見上海 夢見家人 夢見朋友 當時回到故鄉 回到了故鄉 整個腦海裡 全部是夢裡面 全部是家鄉的一些人 人啊 室啊 那個情景 然後當你一覺 而且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 當你一覺醒來的時候 眼睛看著那個天花板 哎呀 又回到那個現實當中來了 很有點悲傷 就是哎呀 一個人現在孤孤單單 到這個地方來了 這麼個地方 不知道以後 全面的路怎麼樣 回頭又不甘心 走在異國的街頭上 回首初來的失敗 找不到工作 做生意 又苦無機會 正在心灰意冷的時候 終於遇到一個波蘭人 肯投資 讓他可以完成 在他鄉 全揚中國飲食文化的心願 當時是卡納格夫斯第一家中產館 所以開出來以後 所以非常非常好 不過好景不常 馬捷日萬料不到 在生意勢不可擋的時候 傳媒隨後的兩次採訪 卻是負面的報道 一番心血更轉眼成胸 第二次呢 是因為裏面發生問題 然後鬧矛盾了 鬧矛盾了呢 中國的波蘭人之間有點不愉快 反正鬧得也是挺大的 吵架 先吵架 後來有點打架的味道了 反正很嚴重了 第三次呢 就是關閉的時候 開了沒多長時間 當時生意這麼好 裏面裝修也裝修得非常漂亮 最後就這麼倒掉了 大家就覺得很可惜 所以呢 又是 成為是轟動的新聞 從這件事上就想起那個 台灣一個作家博洋說的一句話 就是 中國人在外面 三個人就是一條蟲 一個人就是一條龍 人人都是很精幹 人人都能幹這件事的 但是大家合在一起 三個人了 就什麼事也幹不出來 和昔日的合夥人分家之後 馬捷日決定獨自再闖他的陽關路 他寧願單打獨鬥 在市中心租任一個小庭子 一腳踢做快餐飯盒生意 兩年新爐換來的資本 讓他再次在他鄉傳播故鄉的飲食文化 回首初來時候的一無所成 對比今天獨自闖出這間 全克拉科夫格調最高的餐館 馬捷日仍然覺得波蘭的發展空間 始終強差人意 這裡很少中國人 我們從國內請出事來 請出事來呢 他又規定 你一個中國人 必須配備四個 給四個波蘭人的工作機會 才是給你在國內搞的中國人出來 我把履歷都配足了 勞動局的工作許可也給我了 給出事的中國投資請來 中國出事的工作許可也給我了 但是去民館簽證的時候 他還是沒有給你錢 說實話 國內現在機會實在太多了 問題是來了這麼長時間 所以現在如果把這裡放棄 也有點可惜 波蘭擁有三十一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國土 本來很需要投資移民 為共同開發建設 但是當在波蘭投資多年的馬捷日 一次又一次向波蘭政府 申請永久居留的時候 卻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絕 可能從庚子裡面還是不希望中國人留在波蘭 因為他們本身的失業率也是比較高 然後你留在波蘭的話 對他們本身的注意 可能會產生影響 在一個容不下幾多個中國人的他鄉生活 馬捷日說 他即使在這裡生活十多年 但是始終都有一種異鄉人的格格不入感 當地人最普天同慶的捷日 往往就是他最孤單的日子 如果你不感到驚慌的話 那就是變憾 飯店工作時間也比較長 一般都要十來個小時 時間比較長 有時候我們就是常常看到OK 看看書 或者上網 搞搞電腦 那就時間也就過去了 就不能有空下來 一空下來就去過了 一個人之後我都想象不到當時是怎麼過的 因為所有的商店啊 包括飯店啊 全是關門 街上甚至於見不到一個人 那時候就出去鑽車 反正沒事大家都過著 就去了那個老城廣場 市中心鑽了一圈 又有人 一個人都沒有 但是心裡很孤單很孤單 孤單的日子 過的還有另一個中國人 響鐘 迷惘 封聖的人生 緊接的是迷惘 擔心什麼時候再有突破 精彩的旅程 興奮過後 換來的是朝靈 問題問得夠不夠好 故事夠不夠動人 高峰过后总有迷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